全球首家禁思书轩2000年在马来西亚 槟城成立 而发言全球已经有99家禁思书轩了 带您回顾这一段历史 槟城百年建筑林立的土库街上 禁思书轩的格调对照此地的商业金融区 格外不同提供一方清凉 而这里也是全球禁思书轩的源起 2000年8月11号 第一家禁思书轩在马来西亚槟城启用 这和当时的时空背景有所关联 原来早年要把禁思文化的出版品 从台湾带进马来西亚是比较困难 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家 不知出版品的内容 因此每次书一经过海关就会一时几本 原来海关搜集后偷偷送去审查 审查后政府部门肯定书的内容 也因此马来西亚第一批此地志工 国吉航开始把禁思文化出版品 引进当地的书店 可惜这些书常被摆在书店的角落 或与命相学之类的书籍陈列在一起 国吉航不仍好书就这样被埋没了 于是蒙起开书店的念头 吉航他的心愿期待着人人能在这样很干净的书里面 那一个字一句话 就如围地一样的点点滴滴 汇成了一股清流 能洗涤人的心 哪怕人的心地很傲热 他也希望像一路一样的滋润的他 书轩里所成立的每一本书 可以对照人不同的心情 他更做到了社区的客厅 透过各类活动及心灵讲座 扩大成为读者分享的场所 这分享还走出了书轩外 齐志工到医院和夜市摆设禁思人文摊位 没有三寸不烂之蛇 却有满怀的诚意 透过一步一脚印 让更多马来西亚民众贴近禁思人文 老补上能自己去要求说 每个月会有一次的课程给他们 学习一些人文的产品 比较深入 那怎么样向大德们介绍 那一份心啊 他们那份紧紧的心啊 就觉得蛮佩服他们 快欢喜快开心 谁能想到一本书的妙用 竟会如此无穷 禁思书轩也成为词迹的人文品牌 不单在马来西亚有21家 放眼全球 共有99家禁思书轩 当初的一个开店念头 一滴甘露 如今是绕遍全球的人文清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